你为什么不点赞 别给我抓到你了 上把的小丑 排到三把了 一把在对面 一把在我们家 一把又在对面 顺我者昌 你我者王 去对面就给我交分 要试试我的大锤 是否锋利 他这把不知道会不会抓我 玩到时候那把 他好像没怎么抓上 抓了一波 死了好像就不来了 狂雷剑起 被动叠起来了 骗我吗 你不是要啃我吗 给你啃 你还跑 当我玩的是弄手是吧 给你灌的 你什么树枝 我什么树枝 二展跟我碰一碰 你都不是 我来 我站着跟你打 小丑来了 你什么树枝 我什么树枝 你跟我打 天哪 狗五熊那是能有树枝吗 啊 狗五熊是什么人呢 啊 没有一点树枝啊 全是操作英雄 不是 不会操作啊 上下了是个炮车 这波得推一下 没劲呢 我要死了 我要被你打死了兄弟 卧槽 真是艰难的胜利 差点就被打死了 熊哥多发点力啊 不然这把赢不了了啊就靠你的 能不能给我养肥一点 老安妮不行啊 6级啦狗兄的强势器啊 我好害怕 哇 真是太难打了 我好害怕 嗯 嗯 多少人 我來 卡卡特 A9型不用放技能 A9的A是卡特 反正舔蓝也是一样 不用交Q 4-0的卡特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小鸡 只需要轻轻的一捏 他就死了 看我需要放技能吗 我只需要平A就行了 4-0简直是闹麻了 你4-0来我也A死你 我来接管一下中路吧 好不容易给他戒指打掉一点 查无此人 所以0-6的狗熊把暗尼给杀了吗 还是太有操作了 这个狗熊 这狗熊都能杀你就能想到这个中路有多离谱了 说实话塔下不太可能会被越 他主要可能是被抓太多了 对面卡特我看三级好像就越下了 抓多了有点难受 还能这么个疯狂 好大 这Lulu怎么不给技能呢 这个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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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已经赢了吗 这对面怎么赢了 为什么不拆 16分钟太早了 拆了给对面发育很亏啊 对面我目前唯一看到的反肯点是一个大嘴的2-4 他如果4-2 我觉得这把可能还胶着一点 主要5-2的卡车太弱了 他现在他甚至连给我抗衡的能力都没有 想死了 大嘴喷我还挺痛的 我大嘴得留着杀卡特 哎呀他呀哥们 我自己拉开 打不差于0.1秒可惜 我大错人的两个人跌一块 大到那个 一压他呗 OK 但是是Lulu的人头 无所谓的 这不失误了 应该像阿卡特的 被小可爱变羊了 狗熊的13级啦 天呐 2-7啦 熊哥也是好起来了 走这个吧 走这个吧 我们去大龙 我就是风暴 我就是风暴 别说你最近很有操作啊 别说你最近很有操作啊 我来帮大家看一下这把是谁的问题吧 为什么中路动不了呢 可能是小丑限制了 从比分上来看的话 其实中路差距很大 还好狗熊他给太多机会了 不然这把不好赢 为什么卡特能一直动呢 虽然我不玩阿妮 但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带点火打卡特啊 带TP干什么 带点火不是很好打卡特吗 我看别人阿妮都是秒人的 没有限权没有被抓卡特直接去跃下了 那你难道踢下去吗 他也没有交踢下去是吗 肯定是中路差距啊 为什么对面下路能 你他能动 他这TP也不交 要么你就要TP把队友 肯定中带有问题 又没有限权 又就抓队友了 又杀两个卡特还没死 又没限权又就抓队友了 他这打干嘛啊 卡特是什么人呢 战技能优走的 又什么战斗力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 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 谢谢大家